大家看到了嗎? 這個建大使館的人姓王的, 已經被抓起來了。 他腐敗了很多很多人, 腐敗了很多很多人。 你看看多爛這個建築, 可以說是麥哈頓最醜的建築, 但是他的造價是最貴的建築, 因為昨天出現了十幾個中國人這個場景, 把美國警察嚇壞了。 他們認為這一個不是一個報案的事兒, 這是一個嚴重的可能涉及國際組織犯罪, 間諜犯罪, 因為知道那些人來的中國人突然間來, 突然間走, 而且那些人有些就是中共駐紐約領事館的, 就那一包子人的, 所以說讓民主的建築, 讓美國更加看清楚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舉報的事兒, 真得感謝曾鴻就在這麽壹說, 暴露了中國駐紐約領事館, 一直是這個背後的控制者, 吳征一定是背後的出現者, 控制著黑馬尼, 然後曾鴻是共產黨的特務, 害死多少民主民主人士, 我相信在未來的兩三年以後, 法拉盛和中國城就不存在了, 無論是英國還是意大利, 據我主導在歐洲昨天談論最多的事情, 怎麽立法強迫中國城, 當地的中國城全部取消, 全部取消, 因爲現在中國城成了共產黨搞間諜犯罪的場所, 那個休斯頓吶,那個使館的事情早在美國掌握之中, 美國掌握得很清楚, 但是那個地方並不是最嚴重的休斯頓啊, 最嚴重的共產黨的地方是哪知道嗎, 大家知道啊, 波斯頓, 紐約領事館, 紐約西, 那年我的飛我的船, 被那個無人機, 還有給失去控制啊, 那是哪啊, 那是紐約幹的啊, 那是紐約西幹的啊, 兄弟姐妹們, 那是紐約西幹的啊, 華盛頓就不用說了, 那肯定是收拾他啊, 紐約領事館一定給他幹掉他啊, 紐約西的幾個基地一定幹掉他, 再看看, 美國司法部部長巴士, 迅速在美國已經說約談了幾千, 啊, 懷疑, 或有線索, 舉報, 到美國入境的時候, 隱藏簽證身份, 包括大家看到, 藏在舊金山領事館的, 唐娟, 北京防化學院, 啊, 這個裏面的一個大校, 啊, 沒人說出他身份嗎? 我是第一個說的, 北京生化學院, 防化部隊的大校唐娟, 到美國來, 黑客到, 美國, 史坦福, MIT, 和美國CDC的, 研究中心和疫苗中心, 盜取, 疫苗技術, 同時可能涉及到放毒啊, 那都是有可能的, 最後, 藏在領事館, 最後大家知道, 舊金山領事館, 最後沒辦法交出來了, 不交, 也是限了七十二小時, 把舊金山領事館給你關了, 啊, 唐娟等人, 啊, 等七人, 不是四人, 等七人, 已經被捕, 據說啊, 我是做夢見的, 別聽我胡說八道, 完全是夢見的啊, 但是, 多人被約他, 因為簽證, 這是凱爾巴斯, 啊, 這凱斯啊, 巴斯部長, 繼演講之後的所有行動, 和國務院, 那麼, 休斯頓, 官官, 我想, 我做夢夢見啊, 紐約領事館也被關了, 啊, 法拉盛, 和中國城, 啊, 啊, 曼哈頓, 中國城, 好多人也被抓了, 我, 我夢見啊, 啊, 啊, 但是, 我總是夢想成真的, 啊,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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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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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你们看出了三年前 我们陈氏兄弟给我们的这个绝密文件 我们给我们的文件 是不是真实的 现在证明了吧 蓬佩奥国务卿亲自证实 纽约是共产党最大的间谍基地 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说 这是要付法律的扼认 蓬佩奥国务卿就听了我们的话才这么说 就是听了我们的话才这么调查 这是铁锤吧 所以战友别着急 纽约领事馆被关了 纽约的欺民贼还能在吗 纽约的这些要犯党能在吗 加拿大 我说是麻烦大的地方 麻烦大的地方天天吓唬我们GTV战友 威胁制造假文件 烂诉 加拿大不关 你纽约关了 纽约都去加拿大了 所以在美中 关掉美国的就得要关到加拿大了 它是一个阴阳关系 所以说美国在行动 全球灭贼 全球灭共 全球联合灭共 然后纽约大使馆 休斯顿领事馆 加拿大温哥华大使馆 全部都得关 然后脱钩 然后炸掉南海 强柴 这一系列的全球不灭贼 共产党就拿贼灭我们 我们不让全世界展示我们跟共产党的间谍特务不一样 怎么现在美国能知道纽约领事馆是最大的间谍基地 我们不和全世界人民站在一起 打架 灭贼 我们怎么能让安全下去 你们的每一句话 每一次动手指头 都在给我们新中国联邦添砖加网 你们每一次站出来 每一分钱 都是给自己来创建未来 美好的未来 我们下期见